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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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距经约五千年 出土于甘肃东乡族自治县临家遗址 在一些距经四千多年的遗址中 也出土过青铜刀 青铜镜 青铜齿轮型器等器物 直到考古学家在二里头一致发现了铸铜作坊和青铜器 人们才找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坐标 这个铸铜做坊的面积大概有两万平方米 还有相关的很多遗物 就是可以明确证明这是一个铸铜的一个场所 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铸铜做坊 而里头一致出土了割 府 建筑等青铜兵器 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国之大事在四与戎 二里头时期与祭祀同样重要的还有兵戎 仔细看来 这些当时稀有的青铜兵器任不较顿 也逐渐脱离实战 成为祭祀礼器和彰显身份地位和军事权威的仪仗勇气 这个武器呢 它是跟战争有关系的 战争也是政治的一种形式 然后古人还有叫做弃义朝礼 这个礼器里面呢 它是包藏着礼 所以在这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古代一贯认为是最做了解事 所以左传里面说呢 国子大事在四与戎 在二里头一致 更引人注目的是十八件铸造别致的青铜容器 包括十四件绝 两件甲 一件盒和一件顶 是到了这个二里头这个时代 才真正发现的我们称为青铜容器的东西 它刚刚出来的时候非常小 非常薄 整个到现在为止发现的二里头的铜器 也就那么多 放到这个桌子上都放得下 实际上没有太多 但是绝对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小看它 因为它在当时代表着高精尖的技术 为了探究下代青铜冶炼技术的秘密 刘玉决定一比一原样复原 二里头一致中出土的青铜顶 它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顶 而顶这种贯穿三代的器物 它就更有象征意义嘛 更是青铜器的一个代表 网格纹顶通高二十厘米 最大直径十五点三厘米 它看上去不算精致繁复 大小更无法比拟商周时期的巨型青铜顶 但无论是赫赫有名的后母物大方顶 还是大鱼顶 都得叫它前辈 刘玉找到一位有着五十多年 铸铜经验的老师傅 希望在他的帮助下进行复原实验 按照网格纹顶的尺寸和外形 方师傅和助手首先制作磨和饭 他们决定了青铜器的形状和大小 这是中国人发明的古老的青铜铸造方法 我们现在说模范 这不就是本来是铜器铸造中间的术语嘛 但是它隐身用来什么 就成为标准 所以说它这种文化上的影响也很大 饭铸法是铜器时代中国特有的铸造技术 可以制作形制较为复杂的青铜容器 倘若是气形更复杂或者体积更大的容器 则可以用多块饭分块胶筑 这样的铸造方法被称为快饭法 二里头时期可以说是快饭法的起始阶段 它奠定了一个基本的规则 就是说比如说它的材料是如何制作的 它的讨饭是怎么分饭怎么设计的 这个基本规范都在二里头时期 并且就已经形成了 经过一番琢磨 一个青铜顶的饭便制成了 根据刘玉和方师傅对青铜顶的研究 他们选择了三份饭 铸造能否成功 所有人都在期待下一个环节 交注 人类冶炼金属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六千多年前 那时远古先民已经可以在自然界获取纯铜 但受制于金属熔点和对温度的掌控 纯铜的获取和加工疏为不易 直到先民们发现在纯铜中加入锡或者铅 会使熔点降低 更容易铸造 从此一种合金材料 青铜 进入了人类文明 经过合金的融化 焦筑与筑后加工等一道道工序 刘玉期盼的青铜顶即将金燕登场 与博物馆中养化出铜锈的出土文物 迥然不同 它金光灿灿 熠熠升辉 事实上在先秦时代 金字就是用来命名青铜的 堪称下文化宝库的二厘头遗址 同样让人感兴趣的 还有青铜铸造作法 在围墙 壕沟 拱位的一个面积 约两万平方米的青铜铸造作法内 有烘烤淘饭的陶窑 焦筑场地 还有工匠住房 区域分工十分明确 或许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野金生产线 有了完善的作法 成熟的技艺 以及人员分工和组织管理 二厘头的青铜工匠 似乎终于可以大战身手 但是他们马上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该去哪里寻找铜矿石呢 二厘头移植地处洛阳盆地移东 这里并不是铜矿产地 二厘头铸铜作坊里的铜料 又来自哪里呢 北京科技大学 也经与材料室研究所教授李延祥 也在追寻古人的脚步 他的足迹遍布全国近三百处古代采矿野链遗址 试图系统梳理 中国青铜时代野金产业格局 并解开二厘头铜矿原料的来源之谜 中条山 一条横跟于运城盆地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修长山脉 它既不高耸也不浑厚 却承载起华夏文明的厚重历史 中条山地区 这个是铜黄花现象是比比皆是 你看这个 这些玻璃质的 这包括一些气孔 典型的卤杂 咱们基带 在这附近没有建什么野猎场 所以推带 应该是古代 古代是哪个朝代 这是经过考古分析 通过这个考古的调查 以及我们有些开展的一些统维术 微量元素 适中的办法 试图解读古代的重要物料从哪来 然后中条山在历史时期 东周以后战过汉唐 野猎的一直多了 那么就更进一步把这个事 就演向了中条山 从2010年到2011年 国家博物馆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对中条山地区进行了四次考古调查 发现大量采矿遗址和文物遗存 其中一种采矿工具的发现 引起了考古学者的重视 像这样的石器 我们把它叫做雅腰型石锤 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经常出现在矿山遗址的这种采矿工具 所以我们在中条山 进行矿遗址调查的时候 一见到这种东西 就是马上意识到我们已经发现了采矿遗址 2012年到2013年 由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刚带队 对中条山采矿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清理出采矿树井 斜井 平旱 灶 灰坑等遗迹 这就是文西县玉址村千金爬彩铜遗址 这没有的 从哪儿好过 得往过钻往上山上爬 从上上去去 就这地方 就这地方 来 这就是采矿树井 裁址挖的一个小树井 下面还有一瓶洞 不许能开着 就这么小 然后 保险的话 只要再勒一道保险 你不用在 我们这边就行 而且方向也可以 好 一灯腿 我灯住了 你们的松啊 对对对 配合着咱们这样 对对 而且能看着那个 对 有点金属的这个痕迹 看有古人的痕迹 那这个16号井呢 就是一个垂直向下的树井 那开口 直径大概在1米5 往下到7米5的地方 出现转折 下接一个斜井 那斜井的这个直径呢 又继续变小 大概不足1米 二号井的这个树井的深度呢 是将近6米 然后平向的长度呢 4米多 每一条直向呢 有2米多 它的直径呢 大概也在60到70厘米左右 可以想象啊 当时的这种挖矿的条件 非常艰苦 那么这里是否就是考古学者 苦苦寻找的下代采矿遗址呢 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 千金爬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残片 其中有少量下代之前和下出的方格纹 蓝纹陶器 绝大多数则属于下商之礁 此外还有一些东周时期的陶片 考古学者据此推测 最早至下代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 后又历经下商周三代 千金爬都存在同框开采的活动 直到今天 中条山依然是中国重要的产通基地 累计探明铜储量330多万吨 工人们在设施完善的矿井里 井然有序地开采铜矿 早在下代 人们就在这里做着同样的工作 但是 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要将大量铜矿石 从中条山运到200多公里外的二里头 绝非易事 3800年前的下人 又将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从千金爬采铜遗址出发 沿着中条山北路向西前行20多公里 一处重要的下山遗址 东夏峰遗址 正在考古发掘中 通过考古遗存对比 考古学家发现 东夏峰遗址与二里头遗址 有诸多共性 且基本属于统一时期 因而 东夏峰文化被称为 二里头文化 东夏峰类型 我们现在就处在 这个东夏峰遗址发掘区 一处这个下石漆 地坑苑废弃之后的 一个大的泡面上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处面积不大的 很明显地与上下的地层 明显区别的 这个一处堆积 还有我们在这层堆积中 惊喜地发现 还有一些绿色的铜锈 比如这个铜锈的 铜链渣 以及铜控石 一般我们在东夏峰发现的 铜链渣铜控石 都是和木炭一起共处的 就是木炭 一个是作为野铜的燃料 另一方面就是 野铜过程中的一个氧化剂 这些铜控和铜链渣的发现 就表明在东夏峰遗址的 下石一晚期 已经有一定规模的野铜行为 无独有偶 2019年 考古工作者在千金爬 与东夏峰之间的 山西匠县西吴壁遗址 也发现了 夏朝晚期 制备野铜燃料的木炭窑 以及与大量铜矿野链相关的 干锅 石锤 石针 鲁壁 铜扎等 野铜遗存 西吴壁它是一个野链遗址 那么在附近找到一些 条件好的地点 野链 然后把铜钉运走 这样它又会大大的减小运输量 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铸造一般是在大城市 或者是都城 才能开展的作业 所以长途运输很可能是铜钉 而不是铜矿石 一条谷形将中条山铜矿 和夏都二里头连接了起来 它由西向东 从匠县小盆地东南冷口入山 经横岭关进入园区小盆地 再经蒲掌 少园 王屋 过旨关至纪园 渡过黄河 便到达了洛阳盆地 要学者们推测 夏人首先从中条山开采铜矿石 随后运到附近的西湖壁 和东夏峰进行演练 除铸造一些小型青铜器 大量冶炼加工的铜钉 经由纸关型运往洛阳盆地 在那里 夏都的铸铜作坊 已经准备就绪 这个工程居中 然后工程南部是高等级的 手柜制作作坊 制作青铜器和绿松石 然后周围也有围墙围绕 显然这是观影 王权直接控制的高等级的手工业 那就是王权直接控制了 高等级的珍贵物品的生产 艰难的铜料获取 复杂的铸造工艺 注定了青铜器作为那个时代 奢侈品的属性 能掌握这一切的人 必然拥有崇高的声望和权力 而这正是青铜器主人社会身份 与等级的象征 它的青铜器背后是一套礼仪制度 对吧 我把青铜材料拿回来了 我铸造了青铜器 然后把这个青铜器当成一种 政治权力的象征 赏赐给比我低的贵族 他们通过一记一记的赏赐 建立这个政治的权威 把这个国家的意志传达到遥远的地方 是这样的一个统治的方式吧 在种类样式繁多的青铜器里 什么器物最能体现下人的等级身份 和下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呢 二头发现比较多的九里器 九里器从它的质量上来说 有青铜九里器 还有陶制的九里器 青铜九里器主要建于规模比较大 高规格的西藏品 比较多的这些墓葬里边 就是这些墓葬 主要是靠青铜里器 来去代表它当地地位 在下朝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 青铜九器是特殊的存在 那时饮酒是王公贵族的特权 也是宫廷礼仪的一项重要内容 由稀有贵金属青铜制成的 以青铜绝为代表的九器 自然也成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随着青铜里器呈现出全面替代 陶里器的趋势 青铜绝 青铜甲 青铜何等九器 开始成为新的里器组合 这些青铜里器 以及尊贵性和稀有性 使礼仪制度具象化 在服以青铜兵器的威严 下朝统治者为构建最初的王朝国家 用青铜奠定以礼制国的基石 就此拉开了中国古代青铜里乐文明的序幕 铸造青铜器的动力 让二里头人不惜北渡黄河 翻越中条山来到山西南部 以国家王权的力量控制通矿资源 这样的瞎朝已然展示出前所未有的王朝迹象 二里头文化 只所以能够到了长江边上 那么铜锡签最大的富矿 实际上是长江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样的一个获得青铜资源的方式 或者获得青铜资源的动力 就成为他早期国家扩张的一个动力 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青铜性的制造 其实是对当时的政治格局 当时的政治地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青铜文明并没有让夏朝永续不衰 公元前1600年前后 夏王朝的统治出现了危机 上汤举兵攻下 明条之战后 存续四百多年的夏王朝 断送在夏节的手里 商人占领了夏都二厘头 昔日恢弘的宫殿被无情地摧毁 青铜铸造作坊 却被完整保存了下来 在充分吸收夏人的青铜铸造技术后 商人在郑州商城和掩尸商城 建立了自己的青铜作坊 至商代后期 已经能铸造出后母屋顶这样的国之重器 从夏代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 有礼器 礼仪到礼制 无论器用层面 还是其中所显示的文化底蕴 都是一以贯之的 夏王朝灭亡后 以商王朝为主干 在黄河长江领域 形成更大的地域性青铜文化的交流网 这一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 构成此后以周王朝为代表的 中国青铜文明的进一步拓展 乃至秦汉王朝版图形成的前提 中国的青铜文明 在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当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它是夏商周三代王朝 这个时期兴起的文明 它跟夏商周三代的王朝的发展 和巩固密切相关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在世界范围内 我们的青铜文明是不具特色的 尤其是以各种各样的 青铜容器的制作技术 它的制作技术的高超 它的青铜容器种类的丰富 都是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 这些经历岁月考验的规律同气 无论大气磅礴 亦或规律奇巧 褪去炫彩夺目的香槟金色 更显浩重肃末 今天这份千锤百炼的荣光 仍然为后人所惊讶 因为那是中国第一王朝 夏开启历史新篇的徽章 试读地下的无字天书 探寻人类忘却的过去 沿着中条山 沿着伊洛河 一路追寻 我们看见了一个处于上升期的 华夏族群 窥探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原理 3800年前 夏朝人独辟蹊径 用极具开创性的逃犯铸造工艺 开启了中国的青铜时代 极尽闪烁 华夏先民的社会理念和审美理想 都投射于青铜之上 它蕴含着中华民族原始的基因 恒久的体温 并生生不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